彩繪燈籠高高掛 絕美燈籠隧道是去年 台南普及店的絕美景色 每年元宵節 遊客總會期待這樣的奇景盛況 只是今年恐怕要失望了 因為疫情增溫 普及燈會取消了 廟方說每年預估都會湧入十萬人潮 而且電線也都清好了 只能再全部拆光光 損失慘重 但就怕大批人潮湧入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只能忍痛說期待燈明年再亮 明年大雞排炸得金黃酥脆 令人開了口水之流 店家從冰庫搬出一盒盒 醃好的雞肉庫存 原來也是疫情影響大批雞排 零十倍廟會推定 原來一月二十四號的廟會遶境 已經預訂兩百三十片炸雞排 肉傷也先到貨一百六十片 結果臨時取消遶境 老闆只能緊急促銷 由於廟會訂製的是更薄更大 比較快熟的雞排 原本一片要賣五十五元 現在促銷兩片只賣九十元 等於一片便宜十塊錢 老闆把消息PO網 沒想到反應熱烈 一天就賣出一百多片 還剩下五十片左右 進度超前 不僅鹹酥雞店可以賺回成本 也讓來捧場的顧客 用優惠價格 品嘗美食 記者來觀賞談的報導